第十七年 吴博士 开讲 好 现在吴博士开讲 谢谢 首先当然是谢谢大家了 这个窝在家里 这个我们找个机会 这么凑在一起 热闹一下也很好 上次讲完了以后 我看了你们在微信上的那些个一些问题 我把它做在头两张幻灯片里面了 正式的题目就是a text moment 就是分类学of system thinking 就是这个系统思维 但是这个分类学是on a cognitive complexity spectrum 就是它是在一个认知复杂度的这样一个 一个spectrum上来做分类 所以它这个也是我们行业的这么一个尝试 然后最后还带上了socialization categories 就是在不同的socialization的情况下 怎么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就是今天的标题 那么首先就是上次 上次微信上大家提的一些问题 首先科干的那个问题就是 CNN跟Fox News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那我的回答就是说 在CNN和Fox News的冲突这种问题上 它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是clash of value system 这个是没有共识可言的 这个我后面会讲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然后有的朋友就是在讨论主观和客观 这一对范畴 这个哲学范畴我们其实我们不太喜欢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回答 我给的出的公式就是objectivity 它是等于shared subjectivity 就是有多少人shared 那在这个范围里内 就是你们大家的objectivity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那么所有的这些知识 这一页基本上其实都是回答科干的问题的了 它也不来 就是从最远古的猴子变人以后 远古的神话 原始的宗教 然后发展到异神论的神学 然后开始出现思辨的哲学 或者思辨哲学的异神学 出现的时间前后差不多 对地点不一样 那个一个在希伯来 一个一个在古希腊 那么从思辨哲学后来develop出来的实证科学 以及我们下一步的东西 我开个玩笑叫去火星学 就是Elon Musk带领着我们地球 我们要搬到火星上去过一过 这样的学问和这样的能力 这所有的东西都通通都是 人类文明大树上接出来的果 所以这种果实的话 就是有的高有的低 有的给羊吃 有的给猴子吃 有的给长俊鹿吃 所以要么你就是长俊鹿 你一开始就长得很高 你就能吃到顶上的 要么你就是一个勤劳的猴子 你努力地攀到树顶上去 吃到上面的 所以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 不像柯刚说的 我讲的东西跟他的哲学 就一定是conflict的 那么第二组疑问 是有的朋友重点强调 因为我上次谈到了很多illusion和hallucination 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有的朋友就说 应该把这个和我们真正的vision要分开 虽然我们建构主义的观点 就是认为所有的这一切 illusion也好 hallucination也好 你吃了药也好 没吃药也好 你的vision 你好人的眼睛和近视眼和老花眼 你都是形成了你的vision 以及在这种vision的后面 加上你的其他的感官输入 构成了你认为的这个reality 这个所有的这一堆 它全部都是all constructed by your brain 没有什么话讲 后面这里有个period 大家要注意 all constructed by your brain period 因为就没有好争论的 那么他们所有的这些illusion也好 不是illusion也好 they all come from your brain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那么这个the outside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种interaction它有不同的稳定性 上次我们稍微提到了一下稳定性的概念 就是你的认知系统和外部世界的这种interaction 在如果是material world 这个桌椅板凳 房间 这physical的这些东西 他们的stability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就给你这样的印象 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可靠的 非常solid的 当你到了这个psychological world的时候 就是有我们很多的mind进来了以后 这个时候stability可能就会比较low 就完全不能跟material world的stability去相比 那也可以考 我说是might be low 也可以high 比如说love这种东西 love这种东西可能一下就没了 但是也可能就是地久天长 所以这是根据case by case 那到了social world的话 它的stability 这种认知系统和social world的互动形成的stability 它就最低的一个层面 因为本身你在 你society是由人组成的 人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psychological system 那么这个本来psychological system就不是稳定的 然后你再加上群体的group dynamics 和你的social的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和value的冲突等等 所以在social world的这边stability它是最低的 那么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 instead of taken for granted 就是当你科干同学发现了一个truth就抱着如获至宝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是你discover或者是你invented 这个discover和invent之间还基本上你还很难区分 到底哪种算discover 哪种算invent 那么我们在这种意识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就是说问的问题是how stable my truth is 所以这个前面那个上次的讲座讲的就是how ignorant I am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非常的ignorant 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了一点truth的时候 这种truth那么是有多stable 还有我可能是错的 所以how can I be less strong 所以我们的努力并不是说要去达到科干说的那种真理那个东西 我们的努力只是能够让我们less strong or getting my truth more stable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他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hallucination他认为就是uncontrolled perception 就乱掉了 你完全out of control 那么所谓perception就是你control的很好很整齐的hallucination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他们的区别仅仅就是在这里 当我们对幻觉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就将去称为真实 这个有点难以下咽 但是摆在这里大家可以讨论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要谈system thinking thinking就要先说这个大脑的事儿 所以我们就可以最早从psychology这个学科说起 psychology是study of human mind and behavior 那他研究的是我们的unconscious到conscious的整个一个道路上的种种好有趣的现象 那这个里面你有feeling有thought 这个feeling和thought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我们图下面这两半大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示意 就是我们有一半大脑是擅长于做thinking的 另外一半大脑是擅长于做feeling的 就是各种touch feeling 这边我们叫techie wackie 这边叫touch feeling 那如果你打开psychology这个学科的门 你随便看一下作为入门的学生 你就会看到108个notable names 那他是从Plato和亚里斯多德就开始关注这个人的心理的问题了 那108个不可能我在这里说 我今天要提到五位 五位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弗洛伊德当鼎鼎大名 很多人都已经烂书一胸了 那但是呢 比弗洛伊德更重要的是他的学生 荣格 Karun 那么你看大家看他的时间 这个是1961年才死掉的 然后当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另外一个马斯洛 70年去世的 然后就是我们学科的好朋友这个皮亚杰 他是80年去世的 然后还有一位必须我待会会提到的 就是我上次已经提到了他的名字 就是87年才去世的Kobar 那这里要提到的荣格以及后面的这些人 他们做的工作导致了我们有一个很powerful的工具 叫MBTI 就是Miles Bricks Type Indicator 如果接触过做过HR或者在公司里做过这种 现象测验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东西 不知道的话呢 这个你就去GoogleMiles Bricks Type Indicator 那他呢把人的这种大脑活动 他用在四个轴面上做了区分 那这里就要回答那天李宾提的 关于Intuition Thinking的问题 实际上在这个 因为Miles Bricks这个区分呢 它是心理学相当成熟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现在呢提不出反对意见来呢 都是以它为标准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首先是把这个大脑活动 他把它分成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Focus of Intention 那就是有的人会倾向于外向 有的人会倾向于内向 然后呢在Information Input这个问题上呢 有的人会倾向于Sensing 有的人就会倾向于Inturation 就是这种人他就是以他的 实实在在拿到的数据和感官的这个Facts 来做他思考的材料的 但是这样Inturation比较多的人呢 他就会直觉的 这不是从哪里天上掉下来就他那个主意 有时候还可以抓得很准 这就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就是这个Thinking和Feeling OK 这才到我们今天要说System of Thinking 我们只是在说这八分之一 同志们 这八分之一的事情在根源 那这边另外的所谓的这些 都有很有其他的话题可以说的 第四个维度呢 就是你的Lifestine 一种以Judging为主的 或者以Perceiving为主的 那么这四个维度上 他们做了那个定量的测试问卷 现在大概是要交一点钱 很少的一点钱 你就可以在瓦上就可以测出来 你是哪一种 所以你看这四个维度上 每个维度都有两难的选择 就说要么这边要么哪边 你不会两个都有 就是你总会有一个偏向性 这样一测之下呢 他就测出来了 一共定型了16种人型 这个人格类型 每一种我们那个时候读PH这个时候都要做这个测试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哪一个 那16种每一种人他都有不同的那个characteristics 他擅长的和不擅长的 他们特别good at的东西和特别困难的东西 那这16个category呢 很多人会觉得很害怕很麻烦 所以呢流行的在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field里面呢 流行的做法是把它们简化成四大类 这就是所谓的各种有好多关于四种不同的人的类型的性格的测试方式 就把你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你就大概知道你这四种 所以我们熟悉的一种就是用颜色来分 分为红色性格蓝色性格黄色性格绿色性格 有的呢就用季节来分春天性格夏天性格秋天性格冬天性格 总而言之每个人的这个东东啊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你一升下来呢是到你成年呢 是这个东西相对稳定 我当时自己在测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外国那些问卷上 我可以回答两个问题 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可能是要答这道题 我来到美国以后 我可能就答那道题 然后老师就说yes 你可能会因为文化环境的重大变化 而在你的这个个性上也会产生变化 这是题外的话 所以我讲这个是摆一个background 就是说当我们要谈system thinking的时候 我们先知道OK thinking只在这里 只是这八种可能的倾向的其中的一种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thinking 所以那么每一个人的thinking 我这里又弄了一个很简单的stage 就是说就从你像一个猴子这样的baby 到一个成年的领导 可以做从事领导工作的human 那你至少有这四个胆次 最少的时候你要先会算算数 你要先会学会一二三数数 然后counting arithmetic algebra mathematics 这就是一个develop的一条线 然后你要作为现代的讲道理的人 你还在学逻辑 现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对华人的一个批评 就是说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 只讲中式逻辑 这是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这是逻辑学这门课 在西方的话K12他们就要学 可是在大陆是一直都是不被重视的 或者是有意要避免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这些跑到美国来的人 我后来发现我们的逻辑学的课 实际上是在考托弗的时候读起来的 假如说没有考托弗 考G21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会停留在过去的那种 所谓的中式逻辑 第三个层面就是critical thinking上次提到的 就是有的朋友说要翻译成这个那个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就是翻译成名诗 或者因为它可以和其他的诗 做一个连贯 那第四层才到system thinking 其实就是我这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system thinking之前 前面这些都是需要 都是represent 如果有的小朋友 那个前面还需要补课的话 要补上 然后才可以到system thinking 那在美国的情况 在K12的话 就是前面这两个K12一般都cover了 然后他们在大学 有些时候高中 有时候大学college的时候 他们就会covercritical thinking 但是system thinking确实就比较新 就是有的人愿意专员的就到了system thinking 有的人不专员的就算了 就没有system thinking 照样也可以过日子 这个是个简单的分层 那么稍微复杂一点的分层 我把它分了八个台阶 所以八个台阶里面就是说 最原始的像只会研究 how to get food和mate 这一种事实我认为就是animal层面 然后除了animal层面 但是已经是部落了 但是是illiterate 是完满情况下的话 它也会有一定的thinking 但是它的number of concepts 是very limited 那么然后就十字 十字的学习会算数了 会counting了 这就是开始受教育了 成为有文化的人了 那有文化的人往上走 要把logic thinking做好 然后把critical thinking做好 然后再来做system thinking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system thinking 实际上从一到我把它分了十个层次的话 每一个层次的情况 有的人上不了高层楼 就只能停在比较下面的楼 愿意努力的人就可以爬到最顶 目前的最顶我是摆的就是reflexive thinking 待会儿会给大家解释 那现在看一个好玩的 这个是没有system thinking的情况 这个老鼠 它为了找吃的 然后把自己关到川普里面去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狗 大家看这个小狗 这个小狗它的behave 跟这个老鼠 大家看到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为什么 那就是它的system thinking要多一点 要比老鼠的要多一点 那么这个是一个药引子 那thinking我们刚才说了是 brain process 八种brain process之一 那system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那最古老的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 the whole is larg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好吧 这一个系统论里头的最主要的观点吧 我不知道是是开始是谁说的 这是亚利斯作者说的 是老早老早的希腊人了 那么 那么 但是我们说system 它是个名词 然后呢 当我们在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两个 一个systemic 一个systematic 那它们之间是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 还有complex和complicated 这两个东西又是跟它有关 又是什么区别 那么中国人从经常讲的这一句 要全面的看问题 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个什么鬼 什么叫全面的看问题 好 那 那这里呢 我就说到回到80年代 就是我们在大陆刚刚思想解乱的时候 那个时候引进的老三论 老三论就是general system theory 系统论 information theory 信息论和cybernetics控制论 当时叫控制论 后来我把它改翻成势理学了 这是另外有一个道理 这个老三论 当时是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整个思维是 他还没吃 是被抑制在一个思想的牢笼里面 那马克思主义的牢笼 怎么从马克思主义里面逃出来 然后把他那个墙给他 老三论就基本上就是 这老三论 然后跟着老三论 还引进了新三论 这个新三论就是 首先是好善结构理论 disciplative structure 然后是图变理论 这是数学的分支 然后是synergetics 叫邪同学 这个老三论 新三论 就是我们当时最初接触到这个领域的 入门的 这个敲门的敲门砖 那么最古老的对系统的定义 如果大家不喜欢看到公式的话 你请你最少记住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系统是一个集合 数学语言叫集合 什么集合 element和relations 就是它是元素和关系的一个集合 称之为系统 这个就是早的formal的 发展到这个是很多年以前 发展到现在这个是后面 右边这个是我定义的 系统是三个东西的 是三个东西的一个函数 是你复杂对象的结构 复杂对象里面的process procedure 然后和复杂对象里面的一个叫cultural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定义了系统 这个是 这一条是比较学究化的 那我现在 举一个别人的一个例子 有这里一个example 这个老兄叫Joseph Kassel 他提出来说 我们看待一个任何一个 外面的一个issue 或者一个situation 我们都可以有十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 大家记得上一讲我们讲到了照相机的例子 好的照相机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镜头 换一个镜头得到的是一种不同的image 换一个镜头得到不同的image 那这位老兄他的想法就是说 OK 如果你能把这十个方法都掌握了 其中第一个第二个呢 他说叫external 看他的external的big picture 看operational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第二块呢 他说看internal的function structure 第三个方面呢 他说来我们看一下generic的东西 和continuum的东西 temporal的东西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quantitative的scientific的thinking等等 这个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面对复杂对象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approach它 那这个例子不在我要讲的范围内 我要讲的呢 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一个十个值头的模型 每个人都有这十个值头 那么这十个值头呢 我让它分别代表一种不同的system thinking的方法 换句话说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回到照相机那个故事的话 就是说你有十个不同的镜头你可以用 第一个呢 非常非常简单 所有的人都会叫shopping list 你只要会数值头 cant一二三 第二个呢 就是caucality treat 就是科学给我们建立了一个caucality的时候 就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很多因果关系互相是连着的 那么因果关系A到B B到CC到D这样一直连下去 可以连出一棵树一样的形状来 或者是像一个鱼骨头那样的形状来 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系统思维 这个也很多人都会 那么第三个呢 就开始是要学习的 就好多人接触的不多 有的可能偶尔听到过 就是circularity loops 就是你的因果关系开始形成loop了 所以你一旦形成loop以后就有很多新的东西跑出来 比如说feedback feed forward都在这个我说的第三层楼上 那么第四个呢 是self-organization 以这个circularity loop要更复杂一点 要求也更高一点 那么它的还有一个keyword是emergence 如果你google这个emergence的话 你会得到成敦的这个信息和资料 那这个self-organization之善 我们需要了解multi-layer self-organization so代表成的 就是这个self-organization的一层一层的叠加 然后再上一层我们要学习multi-agent self-organization 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不同的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在competing 所以有好几个process在going on 这里这个就到了ecology和evolution的范围 那再复杂一个 在下一个镜头我们叫self-minding with memory 有一个词叫non-triviality 待会儿会讲 在下一个词头 self-guiding with internal model 每星来一个都比前面那个要复杂一点 要复杂一点 就是说可能前面一个前面一层里 你所能观察到的那个feature 可能在后面这个里面 已经不管是不单是保持 而且还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所以你一直往下加到self-goal setting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我们人类的这个purpose value 你的meaning什么意义这些都在这个层面 最高一层就是我现在分类分到的最高一层 是self-reflecting with various principles 好 这是十个值头就对应这十个不同的 OK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镜头 或者当作一个看问题的宽架 当你发现你面对的复杂事物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些多来试一下看哪一个看得更清楚 你就可以用哪一个 好 这是10 level是十个值头 那为了表达就是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是唯一的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它比喻为一座楼 好 一座楼呢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好 那或者说你爬这个楼一层一层的往上爬 那越晚 你爬得越高 你底下学习的东西就越多 你如果没有上这个楼的话 你只是在你只有一般的 学会了牛顿定理的话 你只是在外面这个楼外面这个草坪上 You are single course thinking 你那个牛顿的第一定理 那个牛顿的三大定理都可以 都可以在这个绿草地这边 它还没有到laundry list 所以这个楼也可以作为一个比喻 那为什么这个楼比那个值头少了两个 因为我把那个self-organization的三个并到一起了 就都并到这个四楼来了 所以你可以用手指头来掌握这件事 你也可以想象一座楼 我们现在就一层一层的爬这个楼 好 这个楼呢 每一楼呢 focus在一个particular feature of the system being observed 那么楼帕的越高呢 complexity越高 那么对你的就更要烧脑一点 就是对你的大脑就比较challenge 我们发现在学校里面给同学开课的时候 大家爬到三楼的时候 一般就很满意的去做模型 就可以去写paper了 接着晚上爬的人就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愿意爬的人就可以一直爬上去 那他对学生是有这样一个好处 好 现在我这是上次的那张 那么多多的这个镜头的这个幻灯片 我们回忆一下 每一个镜头代表的是什么 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 所以你玩个相机 你就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那你使用system thinking 其实你也可以有 为什么我把这三个图放在一起 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讲的不是一个唯一正确的真理 我讲的是一种 你whatever convenient for you 是你的一个给你的一个toolbox toolbox里面你遇到什么job 该拿哪个工具 那你自己要去做决定 这张图的意思就是说 这栋楼的模型 如果放在人的脑子里面 我们的认知过程 我们从alignment里面 有很多信息进来 进来我们perceiving 通过一个perceiving的channel处理 然后我们内心有一个mental model 然后这个mental model又控制了我们的regulatory system 导致我们对外部做出种种行动 这个行动包括我这里说话也是一个行动 因为动用的是我的身带 就是运动细胞动了的话 都叫行动 所以感知行动 知行循环构成了我们的concognition 那这个小楼模型放在你的脑子里 有它是比没有它是要强的 现在说一楼 一楼这个shopping list几乎可以不用说 很简单 你要去买菜的时候 milk bread 所以一楼的做法就是 你把所可能需要考虑的项目全部都列出来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checklist 但是你一旦开始使用checklist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是一个single的 就是说单线的因果的一种思考方式了 你为了做好家里的这个厨房的所有的工作 你必须考虑到这么多元素 记得刚才那个公式吗 S等一 E和R的集合 那element 这就是element 这个shopping list这里 我们没有去管它的relationship 这些东西有什么relationship 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 所以R等于0 那这就是最简单的system of thinking 那这伟大灵秀在这里数他的手指头 他也是在用这种shopping list的这种thinking method 这是在给看大的这个同学员讲课 那么这一张照片也是他的手指头 是开玩笑的 总而言之这是很简单的一个system 第二层楼 第二层楼的时候呢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列起一个例表的问题了 就是事物和事物之间有A到B B到C有相互联系 所以这个cause和effect有可能有好多个 cause也可能有好多个 所以它们之间呢构成用一棵一棵树来代表 那cause那边呢可能就树根那边也很多分支 那么那个然后呢这个effect那边呢 也可能会差出很多来 这就是一个二层楼的system thinking 这个呢普及度也是非常高的 这一张图fishbone 这个就是管为使用的 在所有的制造业里面 这个工厂里面都必须要用的 他这个fishbone只是一个抽象的 就是他们这个cause effect的相互关系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张是比较具体的 你看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是 you missed the deadline 那miss deadline呢 你这里头可能有不同的category的情况 导致了这个miss deadline 那不同的category里面 people又可以分为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什么children think micromanaging 方法上可能会出问题 会有这些 那这个checklist就比前面的一楼的要高级的多 因为它这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category的关系呢 是是是是都都连在一起的 那还有一个更普及的例子呢 就是就是这个 好现在请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以前在国内做的一个 培训企业的一个财务预测的一个spreadsheet spreadsheet是什么东西 这个做所有做财务的朋友都知道 这就是很多很多的变量 在这个软件后面 连成了一个树转的结构 这是我们说的树结构 那你看我这边 我的miss这边 我现在这一页叫brief outlook 然后呢 我们整个财务模型里面呢 有这个preoperating 好然后有这个反应很慢 preoperating 然后operation expenses 然后呢 这个工资 labor cost 然后呢 有一个total site enrollment revenue 它是这个single site enrollment 这个加总 好 就是所以说 看上去呢 这里面有很多变量 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数字 大家看到是蓝颜色的 这些蓝颜色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说的自变量 所有的其他的黑的数字 都是根据这个蓝颜色的自变量的输入 所那个传达出来的 而不是 所那个那个那个不是传达 就是就是convert 运算出来的 他们之间的都有确定的因果关系 连成一体 所以我这里 你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class size 是每班的人数 每个班的人数是30个同学员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30改成15 你现在先看一下下面 我们这个income revenue这里 第一年要赔这么多钱 第二年要赔这么多钱 第三年可以break even 就开始挣钱 这是在原来30的情况下 现在我把它改成15 你看 这边一动 一进去 底下马上就变了 看到没有 这个第二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才可以赚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说明树转结构的system thinking 是什么东西 就是所有这些 所有的变量互相都有关联 都有确定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些因果关系里面 没有出现循环的情况 就是我们要到三楼去讲的 循环的情况 在二楼 所有的因果关系 你都是互相之间 是不会出现循环的 它都是单向的 线性的 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到三楼 那二楼那个spreadsheet 如果你出现了变量之间 出现循环的情况下 spreadsheet就告诉你出错 它就不给你做了 因为不符合逻辑 不符合它的逻辑 不符合那个树转的因果关系的逻辑 那么就是上三楼 因为上三楼确实是个台阶 前面两楼好多人都其实都在用 都熟了 你上三楼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遇到的就是 因果循环了 首先这个积核弹这个事情 也是很多人吵了很久 经常这个积核弹的事拿出来说事 每个认为是没有解 实际上 在你学了系统思考以后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就积核弹的问题 实际上它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演化的一个问题 它是从什么哪一个点上叫做鸡 哪一个点上叫做蛋 这是个定义问题 所以根本这是个 到了系统思考里面 这个鸡蛋的问题就成了个伪问题了 那么实际上真正的科学的回答 就是鸡也是从恐龙来的 这个乌龟也是从恐龙来的 鸡和乌龟实际上是亲戚 这个是鸡核弹的事情就可以到此 但是我们在三楼不是要讲鸡和蛋 我只是鸡和蛋只是用这个 把这个循环这个东东带进来 让大家先感受到 当因果关系循环起来会怎么样 这里是鸡和蛋是两个实体 两个实体之间互相产生的这样的关系 但我们在三楼 Security loop讲的时候 我们一般不是讲实体 而是讲变量 是讲Virables Virables就是说数学上的XYZ这种关系 XYZ这种关系也就是三楼的这个系统的东西 放到Spreadsheet里面没有办法表达了 除非Microsoft再开发一个新软件出来 Virables之间当出现循环了以后 首先就是Feedback 或者Feed Forward 或者是这种Feedback和Feed Forward都有可能是Positive的 或者是可能是Negative的 那这个或者它会导致一个Groove 或者是Self-Fulfilling 或者它会导致一个Stability 或Self-Defeating这种feature 那例子 就左边这个抽象的 右边这个是例子 你的Toylet Water Tank 是个Feedback Mechanism 大家你们说是哪一个 Toylet Water Tank 那个水抽掉了以后会自动恢复到原位 它显然是一个 OK Negative Feedback 所以Change is Dlimished 就是水位不一样了 水被你放走了 所以重新把水再加回来 所以Change is Dliminished 第二个 Population Growth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明摆着的Positive Feedback 它是一个正反馈造导致的增长现象 那Virus Infection也是一样 这个Virus越来越多 然后病越来越重 好 Emmune System Reaction 这就是一个Feedback 好 那Bank Rent Toylet Paper Rent 就是前九个抢购Toylet Paper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ositive Feed Forward 就是对未来的预测 帮助实现了这个预测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那么下一个 Injection of Vaccine 你Preventive Measur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Stability Self-Defeating Prophecy 我预测我会受到流感病毒的侵犯 所以我去打一个疫苗 所以我就不得流感了 所以实际上是Self-Defeating了这个Positive 这个都是Feed Forward的这个例子 那滚一个雪球 明白着就是正反馈 Cruise Control 你的车开开Cruise Control以后 你就可以不管了 至少你这个脚上不用管了 这些汽车自己帮你管 就是它有这个Feedback Mechanism在里面 这就是三楼的例子 这张图当然关键就是说 以前传统的工程师的这种系统 你给一个Input出来一个Output 那么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系统 那一旦是开始有Feedback以后 你就变成了一个控制论系统了 所以就是Action,Effect,Action,Effect,Feedback 这种关系 然后变量还可以增加 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可以有不同的 如果你发现某个地方要多来一个变量 才说得清楚 所以它不关是两个东西的问题 它可以是好多 那这个图就是稍微Formal一点 就是Feedback的定义 你的系统有一个输入 有一个输出 输出的情况怎么样 送反馈回去 然后调节了这个系统 为什么这个系统需要调节 因为有一个Disturbance过来 这几个因素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概念 构成了一个最最简单的 反馈系统的单元 那剩下来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复杂的系统 都是可以构成这种反馈系统的单元 像这个是Global Warming的一个图 这个呢 这张图翻出来 显摆一下 是我那个95年的时候 在北大给他们开了一门课 总结的就是Feedback Feed Forward Positive Negative 四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因果一循环 就会出现这四种情况之一 那么这个就算我们是三楼的第一个东西 那更多一点的实力 这个是大脑和我们身体的疼痛啊 注觉啊一个感觉的一个线路 这个线路 这是这种医学生的这种示意图 但是把它画成我们这种Cybernetics的图呢 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你的下丘脑的一个温度控制点 37度 然后如果太冷你就会出现冷的反应 如果太热就出现热的反应 这个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有的体温系统的三楼 那这个事情 这个方法一旦开始使用 就可以越来越 越来越sophisticate 那这里回到来说我们的马桶 刚才说的是抽水马桶 你看那个水龙头的position 和这个water的flow 和这个water的level 和那个position和这个design的water gap 这几个变量之间 可以形成一个反馈关系 其中大家看到这个加号 加号的意思就是 这个变量增加 这个变量也增加 叫同方向增加 这就是用的加号 然后这个变量减少 这个变量也减少 这也是同方向 但是如果一个增加 另外一个就减少 那water level高了 那gap就小了 那这个就是负方向的 这个回路 那整个东西构成圈以后 你看有几个加号几个减号 这里有一二三 三个加号一个减号 所以是一个减号 是负负得正嘛 就是如果有两个负 就可以变成正反馈 好 这个就是开始入门 就是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把这个图画清楚了 你就可以去画比较复杂的事物的情况 像这边这张图说的是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两个反馈环 一个是 你看temperature的话导致ice area 冰的面积 然后导致reflection of radiation 然后导致absorption of solar radiation 然后回到temperature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环 然后导致了climate change 和matigation actions 那这些就是例子 那再多一点例子 这个人obesity 这个obesity中文怎么讲 就是大吃大喝的这班家伙 也可以他们的这个行为 以及他的生理的各种器官的各种反应 也可以表达为一个循环性 这个circular causality 那说到这里呢 就是有人就会觉得说 哎呦这个东西有点难 这张图是两个11岁的小朋友 在被他们的老师教会了这个方法以后 自己画出来的一个coronavirus的feedback loop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他每一个写的字就是一个变量 就是一个会变的量 你看number of这个 number of这个 number of new hospitals number of nurses help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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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朋友们认识到这个以后 然后呢 这些变量之间究竟是些什么关系呢 他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这种线条 画了那么多了 就build up 就变得好像很santific 这是两位11岁的小朋友画的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 不难一点都不难 你要愿意的话就很快可以学会 好 现在我们上四楼 到了四楼呢 这个feedback变成了另外一个东东 就是说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变量之间 我们考虑的是复杂系统 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会自动的出现秩序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self organization 这就是我说的四楼 后来我后来不是还有两个它的变种吗 我全部都放到四楼来讲 那这里面有四个人必须要说 第一位提出这个self organization概念的这位是英国数学家 Rose Espy 就是也是控制论的势力学的鼻祖之一 那它是1972年去世的 它提出这个self organizing idea 是1947年 当时它的term叫order from a principle 就是说一旦是有一个固定的算法 重复作用在一个环境下 有可能这个环境就会因为这个principle的关系 出现一种自发的秩序 不是谁设计的 是自发自动的 这是最早的一个版本 那第二个版本就是Hans von Forrest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的师傅的师傅 司祖 Hans von Forrest 奥地利人 那他是在1960年 刚刚来美国没两年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这个self organization的一个新的一个pattern 他指出来这个不光是order from a principle order也可能come from a noise 就是说一个随机的外部给出的 外部加以系统的一种随机的干扰 有可能会导致系统内部出现秩序 如果各种条件正确的话 这是60年提出来的 那77年的时候第三位 这是Ilya Prigogin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新三论的第一个论 就是好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 他本来他也是个物理学 这是个Russian跑到美国来 那77年提出这个理论来 他因为提的比较晚 所以大家也就这个东西领域做的比较大 所以他是得了诺贝尔甲 这是Priogin 那第四位是德国人Hagen Hermann Hagen 现在他是唯一活着的一位 所以我就用了彩色的图 那他本来是援救机关的 就是Laser Laser里面的那个奇怪的现象 怎么会 其实也是一种自组织现象 就是在原子级和分子级出现的 这种自组织现象 后来他把这个现象扩展到 解释很多的社会现象 所以Hermann Hagen 这个是 这四位都是 如果你去Google那个wiki的话 Self-organization词条里面 不一定都是我 这就是我这个学派的看法 他们可能也还会把另外的一层标进来 但是这几个应该都在 那这个是我 1987年第一次见Hermann Forrester 在Illinois 这个是我有一年在 是最后一次见他 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会上 这个是17年 我和文军 我们去那个环游世界的时候 专门跑去找的Hermann Hagen 这是Hermann老先生 这个 所以 我要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我讲的不是我瞎编的 都是有来历的 那么Self-organization怎么定义呢 你看这张图说的是一群鸟 这群鸟每一个鸟都是自由自在的在乱飞的 但是整个鸟群却会形成一个群 这个群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观察过 在天上它好像是有一个领导似的 实际上它没有这个鸟是没有领导的 那么为什么它们会形成这种协同的这种行为呢 那这就是Self-organization研究的问题 那你要仔细地讲定义 什么是Self-organizing A spontaneous process where global order arises from the lo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arts of the initial disorder system 其实这些鸟呢 它们是有规矩的 它的规矩就是说 OK 我作为一只自由乱飞的鸟 我不要离我的同伴太近会转的 但是我不要最好 不要离我的同伴太远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principle 在这么一个简单的principle 或者做一下每一只鸟的行为 构成了整体的鸟的一个整体的行为 这个跟大雁还不一样 大雁大家看在天上会拍成人字和衣字 实际上除大雁那个是说 它大雁的那个情况比这个更高级一点 大雁的principle是说 我飞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好像比较省力 前面我左前方的那头雁 它的翅膀扇的风 好像扳到了我的满 我会飞得很轻松 所以大雁要么就飞成一个鞋的一字 要么就是一个人字 那个头雁是很辛苦 头雁要克服所有的空气阻力 然后后面那个就比较占点便宜 这是大雁那个秩序形成的原因 那 why it is important self-organized systems are typically very robust and are able to survive and self-repair 这个也是很 fancy what are some examples of self-organization systems 这里给的一个 example 从crystals 就是从化学 就是物理学的那个 这个晶体的结晶物质的相位变化 invisible hand of market swarming in groups of animals and the way neural networks learn to recognize complex patterns 这都是self-organizer 你们诸位在听我这里 but 白虎 你们的脑子里也在发生的 self-organization the process 所以这个底下这个图 就是水分子凝集成雪花 这个一开始全部都是乱的 也没有什么规矩的 但是somehow 慢慢地攒慢慢地攒 它有某个物理学规律 就让它形成一朵花 大自然里面有大量的 self-organizing的现象 这个蝴蝶翅板这个花 纹的形成 里面它的底下就是 self-organization的process 就是细胞 它的细胞分裂和伸展的规矩 会导致它宏观上出现这个东西 这个昆虫的展象 它的行为 然后这张图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斑马的屁股 所以self-organizing in biological system 这都大本大本的书了 所以就我这里只是说提个头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箱子 这个乱七八糟的钉子 刚才我提到Hansman first说 order come from noise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小录像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一个人他来摇这个 他就这个钉子 他就这么摇 这个摇完全是没有规律的 就是说他完全是就是说 只要反正我不断的摇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你不断的摇 然后因为钉子本身的形状 那他就会你看越来越整齐 最后你就得到一箱排的整齐的钉子 并不是一根一根排的 不是一根一根排的 而是就这么摇摇就可以了 那大自然发生的很多self-organizing 其实都是这样 那个摇的力量来自哪里 那个摇的力量就来自我们的太阳能 就是有一个阳光普照相 就很多过程在 很多process在悄悄的发生 那所以这个self-organizing 还有什么好处 这张图很典型的表明了self-organizing的好处 当这些小鱼组织成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这个杀意就吓跑了 他们就增加了增长了 他们成这个survival的概率 这就是self-organizing 那么现在我要说4.1了 就是说每一个self-organizing 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都是一次性的 就是从无序到有序 这个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order出现了 我们就认为这事就算说完了 可是在我们真实外面真实世界的话 根本不是一个order出现了 事情就算完了 那一个order出现了以后 会导致下面的一个order的出现 这张图是横过来看的 从纳米级的各种亚原子级 原子级分子级的这种self-organization 进展到今天 不断的通过演化和self-organizing 发展出整个生命和人类社会 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理解self-organizing theory 确实是很难理解 所以跟很多这个性教性圣经的人沟通的时候 他们就会死咬住说 阿尔文是胡说八道 进化论是不可能的 这个怎么可能有什么大的概率 才可能会形成今天 他们就不知道 这个实际上是今天出现的生命和人类文明 前面是多少 37亿年的这个growth 这里头一层一层一层的growth上来的 我们只是不去注意到了这种层次而已 换一张图这边说 我们简单的 我们每个人自己有我们关于健康的一个personal的experience 这种experience导致你后来另外一个层次上会出现 你对doctor的这种needs 你对expert的needs 你要你要去药房你要什么什么 然后这一层栗子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更大的一层组织行为 那么我们的社会需要盖出医院来 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分工 需要有物流 然后到了最高层就是比较抽象的 什么economics welfare employment 这些blahblah 那这里的东西 它是基于这里 而这里的东西是基于这里 这里东西基于这里 还是最终还是从最个体的人一层一层的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用martis layer的self-welfare 认讯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清楚 这个就是给一个大自然里面一个例子 这个树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展 它每年都要展一层 每一层的成长都是在原先已经展成的那个基础上来展 这个放大一点就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实际上大自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只用self-organization theory把它说清楚而已 这里还有一些例子 这个这个是地表这个地质的这个层次 这几张图都是 你会看到这一层一层一层 每一个上层都是在下层的基础上建立 这个提醒大家 这个我这里用的这个图呢是一些勉强的 就是他们都是一些静态的 static的分层化 实际上我希望表达的就是说 当我们说martis layer self-organization的时候 我们是在说一个活的一个复杂系统 这个活的复杂系统有很多层的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going on 从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最微观的这个微生物的那个层面 然后到我们的细胞的层面 然后我们武器各种五战六户这种层面 然后到这个人这个整体层面 然后这个人又变成一个半杯这样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然后又继续往上涨了 涨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这一层一层一层都是活的 我目前没有办法给大家拿出一个活的 将来可能这个computer animation 大家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给的这些例子 都是用一个静态的东西来代表一个动态的东西 那Lawrence Korberg上次 mention过一下 他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moral development 他也是分层次的 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是 avoid punishment 然后开始有self-interest 然后 然后good boy attitude 然后才到law and order morality 然后就是social contract 最高principle 这个一层一层发展的 他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都有的 那这种金字塔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底下没有的话 善边就谈不上 好 那另外一个case也是 所有的business school都要学的 这个Mars Law的这个需要层次 那physicological的例子是在最底层 然后你就会需求你的safety和security 那safety和security有了 他就开始追求love belongingness 然后开始自尊自我实现 没有底下就没有善念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来这里 那这个是重复了 那我强调这个层次 主要是为了去回答一个 现在一个热门热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为什么那么困难实行民主 那我这里的话 Emergency的层次是从concept开始 从大脑的简单的概念开始 发展到若干个人可以共享一个concept 就变成了agreement或者consensus 然后再有比较成熟的社会 就developed belief 或者是叫cultural meme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我说的文化基因 pindinvisual psychological individual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moral codes cultural value 然后出现了organization和institution 然后才谈得上什么未来的global village globalization这种东西 那我们现在globalization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 ok这本书 这两个一个MIT的一个哈佛的 这本书出来以后非常轰动 他就讨论为什么内讯 有一些国家就失败了 有一些国家就成功了 那他们讨论来讨论去 很厚厚的一本书 其实就学势理学的人 基本上一画就是这是这张图 就是他这本书要说的全部事情 他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有两种institution 这个国家会形成一种叫 extractive institution 一个叫inclusive institution 就是包容性的制度 和萃取性的制度 那一旦形成这两种制度 那这种萃取型制度的 他就会不断地去 剥削他的人民 剥削他的人民 pervalence of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干的就是让人民越来越穷 那如果是形成了inclusive的institution 那他就可能会导致 这个国家繁荣富强 因为呢他是把很多 方方面面各阶层的这个利益 都可以照顾到的一种制度 那为什么有的国家会 会形成会掉到这个坑 有的国家就会走上这种阳关闹大路呢 作者就说了半天就没有说清楚 作者最后就说 ok critical junctures 他在critical junctures上 好像是一时读成千古痕的意思 这就是ok 这就是他们一个哈佛院MIT 那我来说这个问题呢 就完全把问题就解构成这样 就是一个法治社会 之所以能够成型 你能够有一个成功的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是什么 是一个big general contract 对吧 contract which consists of agreements agreements which are generated by interactive behaviors 而这种behavior是什么导致的呢 which are guided by behavior principles 什么叫behavior principles which are belief behavior codes 这里就说的文化 就是我说的文化基因 那believe从你有了一个believe 你的behavior就按照这个believe的指挥来进行 那它的format就可以写成 computer science里面的 if x then y else z because belief n 所以在这样一个结构下 你再去考虑那why nation fail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最终的问题在believe这里 就是你中国文化下的那些believe 导致它就形不成contract agreement 根本谈不上constitution 所以搞这个 今天他们正在开人大 那个宪法不是一张废纸吗 完全是假的吗 所以这个framework可以解释 就是这个大家争论的很多的这个现象 所以说different behavior principles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s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那个那两个人 那两位教授的 extractive institution emerge 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packing order ranking cultural behavior winner take all privilege chasing 中国人要讲等级 所以这个 这是extractive的 那inclusive的这一块 那就是它有另外的一组believe 另外的一组believe human create equal equal in front of God and the law sense of justice 这种不同的believe 就导致了不同的 这个 那最后我要提一下 就是说 刚才讲了feedback feedforward 我们还有一个feedup和feeddown 在这个多层次的自主值的这个里面 就可以用这两个概念 那feedup这个概念 在这个教育学里面用的比较多 他就把它定义为goal setting 那他们定义feedback 就是说how I am doing 你问一个问题 你在reflect你自己的时候 就所谓的feedback 那所谓的feedforward 在他们来讲 我这时候的教育学里面 然后他们就问what next what's the future looking 就是feedforward 那他们定义feedup 就是to where I am going 所以我是这边 我这是第一次把这个教育学的 这个feedup概念 和我们的feedback feedforward和feeddown 做第一次做一个整合 这个整合就是这样的 就是还是有这样一个图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那个95年的 那个老幻灯片 是老的那个整合 feedback feedforward 现在整合的是feedup和feeddown 那feedup这边正向的feedup 就是goal setting 因为你setting了goal 这个goal是你还没有reach到的 所以但是它可以从此 你一旦setting以后 它guide你的self 你的process 那么这边就是preventive 就有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 我必须要把它挡在门外 我们不能一步都不能靠近 或者eliminate 那feeddown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feeddown的正向的feeddown 这里有一本书叫feed Eat to turn off 它说是feed your genes right 就是说你吃东西啊 这本书它讲的就是教你怎么去动用这个营养学的一套方法 营养学一套方法 你这个人在吃东西 已经是个对于生理过程来讲 已经是相当高级的过程了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高级的过程里 有意识地target你的基因层面的需求 就是target你的低层面的需求 所以它说 Eat to turn off disease causing genes and slow down aging 所以这本书很好玩 就是说它是我讲的feeddown 高层次对低层次feeddown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例子 那副项的例子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就是你生病了 你有一个process going on 是you don't want 然后你就开始干预它 你用吃药的方法 这个药吃进去就跑到你的血液里 跑到你的体液里面 然后参与了你的那些围观的底层的生化过程 所以这个是negative feeddown 所以这就是一个四个组合起来就比较漂亮 那总而言之这个层次这个东西呢 我是希望大家呢 这里又是一个楼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symbolic的东西 就是不要把它想象回一个死的东西 而是一个活的 就是说每一层的成活和成功都要靠下面的活得好和成功来支撑 所以当你的下面底层的东西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上面一定是crashed 换句话倒过来讲 如果你底下没有build up好 比如中国的民主问题 底下没有build up好 上面是永远实现不了的 这就是这个理论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一个东西 那4.2 4.2呢就是开始说multi agent 什么是multi agent呢 这里面就有ecology的概念和evolution的概念出来 那刚才我们说了一棵树 它就是一个生命 self-organizing 从一个种子一点一点一点长 长到它是一个自主之过程 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时间表的 可是我们把眼光一下放宽 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不光有这一棵树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种的这个生命 在competing同样一块地 competing同样的阳光空气和水 这个就是multi agent self-organizing 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地球上 这是我们的地球从4000个million year ago 出现的生命演化的一棵树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是什么蘑菇 bacteria 然后这边是plants 然后这边是各种菌类 proto-storm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fish fish在这里 然后往这边来 reptide在这里 然后恐龙在这里就死掉了 然后birds 恐龙死完了就birds 然后我们这一只是在这儿 最底下这一只 mammal 我们是哺乳动物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教派的统计 它这里还不是全部教派 它这是大到一定程度的教派 就有这么多每一条线是一个church 每一条线是一个church 这里面当然是有我们熟知的九大的分支 九大教了 但是就是宗教这样一个东西 是在人的psychology的基础上 build up起来的一个新层次的self-organization 我前面那张照片去找Harkin谈的 就是邪同学现象 在这个宗教的形成过程当中的奥妙是什么 那这棵树也是给大家看 这拿来说明什么 说明生态竞争 就一个地球上可以展出这么多不同的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那就中国大陆完全被communist 这个笼罩的情况下 还会专出一个跟他compete的法轮功来 也是这种现象之一 那以后还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基督教也进去的不少 那多了一个4.3 4.3比较特别 它是前面两种情况 4.1和4.2两种情况的一个综合 我管它叫dual phase self-organization 就是说有两个相互冲突的value principle 就像人的左脚和右脚一样 在这个活系统当中 轮番发生作用 比如说policy的oscillation 在一个项目上 可能一段时间内 可能人们会更多的conservative 一个项目上 人们可能会more radical 在change of dominating social values上 一个项目上 可能大家会更注重 equality, peace, security 但是另外一个项目上 会更注重more growth creativity和freedom 那在动物身上 一段时间我们要digest food 一段时间我们要rest for food 然后一段时间我们要出去hunting aggressive action to gain food 这两件事 P和Q这两件事都是不可以同时做的 你做一个肯定就要give up另外一个 或者你就要先put aside another one 那么economy也是这样 这个consumer behavior这边和producer behavior这边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behavior 说重点是不一样 在我们learning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一方面我们要organizing 我们已经有的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organized knowledge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去taking新的information 那你一taking新的information了 你原来到organizing是不是要重新又要update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前面两种多层次 你可以认为是多层次 左脚右脚就是两个层次 你也可以说左脚两脚是竞争 所以这个就提一下 这是dual phase 那么现在我们爬到五楼 五楼我们叫self-minding with memory 就是在五楼我们研究的这个系统 之前研究的系统包括反馈系统在内 都可以用一个 这个f我们叫传递函数 就是控制工程里面讲 transfer function transaction function transfer function 它可以来一个function写找出来 可以代表一个系统 它把一个x输入转化为一个a 一一对应一次都不会出错 那每次给x就没错 就你每次踩刹车 你一定会得到停车 你每次左打上方向 右打方向 你一定会得到车完左走车完右走 所以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有一种系统 有一种系统不关是它的传递函数 里面出现了复杂系统 里面多了一个除了f以外 多了另外一个状态叫z 那这种系统一旦出现 对不起 就不可能再给你保持一个踩刹车 就一定停车 其实如果是一辆卡车出现这个 你开的车出现这个情况 你的车就该修了 因为里面出现了 不是原来设计的这个情况 something broke broke了以后 它的behavior 就不是原来的那个behavior 不是你希望的那个behavior 那这个图是很古老的 Hands from Forest的原稿上的图 所以我们为了show respect每次讲的话 都会把这个图挂出来 一旦系统进入到有这种情况的话 它就会有一些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这个behavior 那这里是一个单个的神经元 我们上次讲的时候讲到过 这个神经元接受这些线接受进信号 然后他自己在这里处理 处理了以后 从他通过他的出途再发射出去 这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进来的所有的信号 经过Sigma求和以后 经过他自己的什么process以后 蹦蹦蹦发出去 这是单个神经元 可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的整个神经系统 不是一条线转楼 我刚才讲了 不是那个二层楼的竖结构 它是三楼四楼五楼 我们刚才讲的全部都有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是我上次说的 就是神经元的双重闭环 那从这个sensory surface 从你的所有的感官 通过一层一层一层的运算 到达你的运动细胞 转化为你的行为 这个横着走 这一半是电信号 可是在这个电信号被谁控制 被这个地方有一个东东在控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大脑 脑下垂体 在你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hormon 各式各样的化学激素 如果你们记得我最早上一讲的那个 有一个解剖图放大了 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 并不是像电信那样的焊在一起 它中间是有 他们接头的地方是有个缝的 那个缝里面是液体 那个液体里面有这个脑下垂体 发出来的化学信号 所以回到这张图上 那个传递函数里面的参数 是被这个东西在控制的 在不断的在变 这就是我们的情绪变化 你在好的mood和一个坏的mood 你对同样的这个sensory的反应 你可能是反应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双重导致的这个 这个我叫双重循环的这种状态呢 导致了这种hands from force 叫做的non-trivial machine的出现 那这个non-trivial machine 我们现在把它高度简化的 又回到一个一对神经元 就是这里是说 OK你有一个细胞 你在接收外面的信号 和发出你的行动信号 你看这个行动可能有两种 一个是attack 就是进攻 一个是逃跑 逃跑也是个行动 进攻也是个行动 然后进来的信息 就是这个东西我吃一口好不好吃 我咬到这个老鼠了对不对 然后还是被老鼠反咬了 或者更大的动物咬了我pain 所以到底是taste good还是pain 这两个信号进来以后 会改变里面的神经元的这个接头 接头 其实所谓的后来说的巴普洛夫的条件 反射实验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前面上一讲看到过 极其复杂的那个神经元网络的照片 所以这个是简化了又简化了 它的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的情况下 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trivialization 这个non-triviality 实际上是人脑的一种creativity 但是creativity对很多统治者 它是害怕的 所以有很多统治者要想尽办法 把这个不同的 你看不同的人 代表这不同的形状 把你们通通的做成这个翻的 就是OK 统一认识 统一思想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所有的这个creativity的人 都给你改变掉 这个就是 它把 有意义无意的把这个人脑本来的这个non-trivial 给你改成一个trivial的 就是这个 有的批判的人叫身口一样的人 生人 那这是Hans von Forrest的最早的一个运算 就是在non-trivial这种系统的结构的这个影响下 就是或者是决定的影响下 这个你的一个很小的很少的数量的输出输入输出情况下 就可能讲完了 就可能会那个产生天文数字的possibility 好 这个这个数字到到后面这几个地方大家可以看 几乎就是说不可预测 不可预测 所以 所以这张话说明的就是原始人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情况 这个这个原始妈说 All you've done is chisel all day Do something useful Like helping your brother drag the stocks up to here 这个brother再把石头脱上山去 这孩子在这里 砍这个东西 被他妈斥责了 其实他在发明轮子 看到没有 他在发明轮子是想帮助这个process 这就是non-triviality的作用 但是呢 education system一般来说 会害怕这个non-triviality 那么现在来到六楼 我们还有十来章就讲完了 这个六楼呢 比前面那个再生一级 这里呢 这张图是说有一个石头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从二楼扔下去 还是石头 但是你把一个猫 从二楼扔下去 这个猫它会自动的在空中翻转 最后它会save落地 Why 这个比那个non-triviality 前面我少说了一句 triviality是出现了memory 而这个猫的情况 詹蒙可能就很清楚 这个猫的情况是猫体内 它有一个自动的系统 它能够检测到引力的方向 和对于它来说最save的落地的方式 所以它在从空中落下来的那一下 它可以很快的自动化的 它根本没有去想说 我现在要怎么搞一下 它自动自发的就完成了一个姿态的调整 所以这个层次六楼的系统的复杂度进一步增高 它里面开始出现了我们叫internal model 就系统内部开始出现了对外环境的一个model 和它自己的一个model 所以看这张图 这个人看着一棵树 这里有个盒子 他的心目当中 它的大脑里面有这棵树的代表 也有它自己的代表 也有这个box的代表 它整个这个图形 它可以model到它的大脑里面 这个是比前面所有的楼下的这些系统 都更复杂更高级的一个function 那这张图比较老实 我在Google上一找结果发现很面熟 都是我自己的paper里面的图 所以就拿来显摆一下 就是说有一个asby和canon 他这个学生 他们有一个定理 就是任何一个好的regulator 里面的这个r 必须有一个system being regulated的模型 这句话有点像绕口里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的控制区必须足够的 有足够的这个系统的模型 你才可能顺利的完成这个控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gps 你那个车里面的导航的那个东西 它有什么 它里面有一个地图对不对 地图就是你要走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个模型 所以它有了这个模型 它就可以把你导好在汉 就这么个道理 七楼 七楼就是self goal setting 前面那个你那个gps是你帮他set的go 现在我们有的系统是开始自己能够setgo 当然这个是我们human 但是人工智能也正在往这里走 好这个goal setting 有go和没有go 有purpose和没有purpose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人都在挖土 这个人认为说我只是在 我只是在敲石头 这个人说我在盖一个伟大的教堂 这个就make a difference 所以这就是在business world里面 这就是purpose guides you mission drives you visions what you aspire to and the impact is what matters 这个是开始同样的思想 这是往business这边发展 然后呢往AI这边发展 这个这本书也是从Forest编的 这是他们1967年的一个年会 purposive systems 这个书里面讲的东西跟这边不一样 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些专题 evolution for purpose of behavior neurophysiology purposive behavior simulation for thinking process technology will shape future hardware for purpose syst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是1967年 所以这个学科走到这里 你看facilitating main machine interface 这也是AI 所以这个就是AI 今天大家谈得很火爆的AI的鼻祖 当然也不是鼻祖了60年代了 真正的鼻祖要一直追求到40年代去 所以这个就是七楼 那有了purpose system 你看到这张图是一个consultant做的 就是说你确定了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或者你的家庭 你的你自己本人 你要是建立你的central purpose以后 你可以把很多很多零散的东西啊 通通的 systematically build together 然后你就形成你就会有更强的integrity 这个图说这个意思 最顶楼 最顶楼马上说完了 就是说 self reflecting 注意reflecting跟reflexity 才是两个概念 但是这里讲的就是说 前面的purpose 是基于你的value system而set 但是value system也是可以拿来反思的 就是说你的有一些旧的成就的value system 你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这个第八层的这个系统呢 含挂了前面的所有的系统 再加上reflexivity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里呢就是说 我今天不可能展的太开 但我给大家讲一个 不要以为到了这儿就没什么意思了 其实很有意思 这里我要介绍 OK George Soros 他一生的两个 他的理想是两个b 一个billion的钱挣到手 然后一个book写出来 那在1986年的时候呢 他就挣到了他的一个billion 并且写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 他的书名没有说reflexivity 但是他的书的核心 就是在讨论reflexivity OK 所以reflexivity 这是他的思路 然后这个market的price造成了perception perception造成了fundamental的change fundamental change 导致了price的变化 那大家都知道 他是金融界的一位巨星 这是98年到02年那一段时间 我和他一些close的一个工作 这是我和他的一些工作的工作照 这个是lunch 这个是介绍书 然后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 这个在大概是一几年了 所以我们已经在上海的那个时候 那我在这里面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在financial market上这么成功 我说你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讲你的秘密 那这句话是什么 那这句话是什么 然后他回答我的这句话就是 I might be wrong 这个I might be wrong 不是所有的人都说得出来 都能够诚心诚意的说得出来 但是索罗斯就是靠I might be wrong 这样的一个绝杀秘诀 在华尔街变成因为赤杂风云的人 那这个里头 所以reflexivity 我说的这么抽象 但是实际上它是大有用产的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这张图本来我是为科干准备的 他也没来 那这个基础说I study theory of relativity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I study the relativity of theory 就是实际上到了这个层次第八楼的时候 已经是或者是第十个手指头的时候 我们已经离所谓的哲学已经很近了 但是我们不是从拍脑袋来的 我们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fact和experiment的基础 那reflective和reflective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 reflective就像是你在不断的自我检讨 就是你现在做的对不对 好像走路从爬山 从底下往山爬 这个方向对了没有 路是不是最对的 你在不断的在走 而reflective是当你已经到达顶峰的时候 你回顾这一切的时候 你得到的更新的一种 对世界的看法 就说在这个图里面你也看到 一个人照一个镜子 他是在reflect 但是这个reflect 你可以再进一步 你可以想象的观察 你在照镜子的这样一个 你和镜子的这个共同体的这个行为 这个image 走到这儿就是reflective 你就到了 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就快要结束了 这里就是一群小朋友 其中这个老师在教除法 这个就说first是加法 然后又要减法 然后又是成法 现在又来教这个玩意儿 你到底有完没完 where is it all going to end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at least at least 这是一个几个香港的大学生 和北京的清华大学生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包括这个抽象概念的学习 和手指头活动身体四肢的学习 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改正我们的cognitive aging 就是那这条线表明就说 如果你到中间这条线是正常的健康人的aging 你的那个你的health function会下降 过了那个点就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它就会比较低的一条线 但是如果你keep learning 你最好就是说你可以much better than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年龄 还可以跟这个年龄差不多的 这个capacity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学自己 复习一下最之前的一张图 那system thinking system是什么东西 就是刚才讲的 这八个也好 八层楼也好 或者是十个指头也好 你掌握了这个template以后 你就可以用它去观察你所面临的一个复杂现象 那总有一款适合你 你总可以用 那最后一款我在这里last minute就是说 我说要从这个传统的system等于element和relation的集合 发展到system在t时间的system是有三个维度上的这个观察的结合 这三个维度分别是structure procedure和culture 这个呢就是提个头 今天就不可能讲了 它就是这张图 但是这张图为什么还是要提一下呢 因为这是我2001年就是被邀请到那个 Vienna去开一个大会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工作本身被冠为one of fifteen world thought leaders的工作 就是他们一共请了50个人 所以我是50人之一 那么给了一个小时就是talk about这个 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今天讲的这个十个指头之外的东西 它是带有一种综合性 这个是就是卖个广告 说不定下次你们谁还会有兴趣 那我今天这里现在我这个slide进入复习 我就不细说了 我可以待会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再回到这个复习的slide 所以最后一张slide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keep your curiosity going on it's always good for your brain so keep learn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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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